大家好 欢迎回到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我们看看第五大怪 通路的价值 通路价值的什么意思 就是好多通路推到社场上以后呢 它这个感觉很慢 那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把人家一个体系全部推掉 如果你有本事把人家一个体系全部推掉的话 你就可以占那个体系所有的社场资源 实际上通路上就是社场资源 因为好多企业老板他定位可不太准 我必须得把这个终端做的这么怎么样 然后把这个消费者做的这么怎么样 最后来又一块的话通路这块没有 通路这块没有的话 实际上真正的市场资源 大部分的市场资源在通路上手里把握着 进入到中端以后 中端这一块的话 它如果是很大 或者说它已经成品牌了 比如像沃尔玛 它直接做这个扁平化渠道以外 一般的话渠道 一般的生产商离不开渠道上 离不开渠道上 所以渠道上这一块 它是占有非常大的一个市场资源 如果说你的企业运作 如果能推掉一个企业的 整个的一个通路资源 那你这个企业的发展 这个产品的运作很快 可以一路成名 一步到位 你看一个通路 嫁给到别人的通路里面去 快速形成销售力和扩散力 整合一个体系 推命一个体系 是企业最快的市场运营速度 新产品上市借助一个资源体系 可以快速成活 但必须保持品牌的独立性 不然企业最终的优势 就会被别人吞死了 比如说你进入我这个系统 好了 如果你不占有品牌度的话 一下子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你比如说现在进入沃尔玛 沃尔玛的话 现在他实行一个什么政策 贴牌政策 一个企业去的话 如果说你给他贴牌了 完了 你什么都没有 这到后来的时候 第一个他产品 产品这个包装这一块 不是产品品牌这一块 这他呢 你没有这个品牌 不占有品牌资源 第二个他一旦做出来市场以后 他会有个想法 如果你给他供给的这个产品价格 如果是高的话 他随时可以转 他可以OAM给任何一家企业 因为他的品牌已经出来了 所以这些企业的话 容易被人家控制 所以我就说 那如何那么快速价格 也在一个通路里面去 你看 我们现在 我前也做了一个 这么一个案子 你看清歌里 清歌里他是做什么 他是做美容院的 现在全国做的也很火 那清歌里怎么价格纳兰 以前纳兰还不是太那个理由 然后纳兰 就是这个整个系统 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什么问题呢 经销商的话反省得多 他那个中端的美容院的话 那个店 发展的连锁挺快 然后的话退出也挺多 今天是一样 明天还是一样 所以他这个 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市场 运动能力 那怎么办呢 清歌里就看清了 纳兰兰的弱点 他的市场运营体系上 出现问题 连锁发展绝对是没问题的 品牌绝对是大的 怎么办 在终端经营这一块 在美容院经营这一块 没有特色 所以清歌里在这一块的话 就搞了一个什么 就搞了一套新领 一套店面运营方法 365度 就365度 全天后美容方法 一下子 一下子的话 整个震慎中的 纳兰的这个市场 为什么 纳兰的所有的市场 就缺这一块 你的整个体系的话 就缺这一块 那我现在就攻击这一块 结果的话 那个纳兰体系 一下的话 形成很多这个什么 反水 全部转到什么 清歌里在美容院 他实际上就设计了一种方法 就是这一点 如果说你要借你的竞争对手 他的资源的市场 通路资源的话 他资源很大 你必须从一个点上 一个一个 他的热点上 找到一个攻击点 然后冲到自己的优势 一下子击破它 否则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再次机会 当然了 他进攻纳兰 纳兰很快的话 他会干什么 反击吗 他会设计一套 自己成熟的体系 然后再进行导入 结果的话 就再把你驱逐出来 就形成了一个什么 形成了一个对抗 怎么对抗的话 我们就不说 下面我们还会 专门讲这个对抗 那现在就说 清歌里一下整合了什么 纳兰的这么一个系统 一下子产品的话 退到市场上去了 他没花多少钱 没花多少钱 通过这种方法 整合 我们用我们的墙 对对方的弱 找对方弱点 第二就是能运公司 是家品牌代理 能运公司做什么呢 做服装的 做服装 但是他自己 不上传服装 但他又拥有技术 他那个布料的话 是高元素 纳米化以后制成 但是我提出一个思想 我说你要是做服装 你很难做 因为你不具备品牌度 然后借别人的品牌 可能别人还不愿意跟你玩 那怎么办呢 我就跟你这样 你的产品设计是个体系 但是我们采取什么 英特尔的方法 就是什么 能运技术在里面 就行了 我只保持我的品牌 独立性 然后怎么办 找十家企业 十家生产商生产 这十套产品 这十套产品的话 都是分裂的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 从附近 他们之间内部 绝对不会出现竞争 结果的话 这十家产品 找十家品牌 那个生产商加工以后 特价市场以后 发现的话 就是力度还不够大 结果开了一个会 开了一个会 什么目的呢 就是让十家品牌 内部相互代理 想问没有 这十家生产商 相互代理对方产品 但是这个对方产品 都是一种产品 都是能运公司技术的产品 结果这么一叠加的话 所有的产品 每一种产品的话 它的市场销量 都可以提升十倍 为什么 你用了十个人的通路资源 一下的话 把市场 一下可以扩展出去 所以这十个人 市场资源叠加在一起 被他所用 想问没有 这种就是能运公司的话 一下整合了这么一个大系统 整合十家企业的大系统 市场以下推向市场 这也是一个非常新的 一个通路运作模式 怎么去嫁接 怎么去嫁接 你看我们在下面 看下面一个案 你看牛奶 一个早餐工程车 现在你看那个谁 猛牛 猛牛的话 到十五三天以后 已经成名了 结果的话 对抗一例公司的时候 发现还不够强大 为什么不够强大呢 通路上不够完美 它整个通路的话 面不够大 还不够渗透 那怎么办 猛牛又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要嫁接 收编 就是那个奶站 地方奶站 结果的话 就是把这个奶站 收编出来以后 用猛牛的品牌 往里面灌输它的产品 市场一下又开了 但这样的话 收编奶站的话 当然是猛牛公司的 一个运营策略 但是后来的话 在南方 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南方好多大城市 现在北京 我觉得也是这样 早晨起来有什么 有个早餐车 早餐车 现在就是北城市 早餐车 我觉得我看 武汉还没有把它们 整合在一起 但南方好多城市 它是一个公司 推出来的 这个公司 推出来的这种渠道 这种中断 是流动性的中断 全城市 你都可以看到 到处都是它的 早餐车 产品非常好 上班一组 早晨起来 时间很忙 晚上要多睡一会儿 怎么办 一走 走到早餐车 就买点东西 就吃了 买东西 吃 基本上早晨起来 喝一杯奶 大家都是有习惯性消费 结果又怎么办 那就干脆给你早餐车 这一块我就购买它的产品 购买它的产品 这怎么办 猛牛的时候 一看早餐车 非常大 市场量非常大 怎么办 我干脆 我就把这些早餐车 全部传进来 一个要么就是 我就直接形成猛牛的品牌 第二个就怎么办 我就跟你公司合作 一下子把我的牛奶产品 通过他们早餐车 推上市场 进一步扑装哪些这些人 哪些消费者 就是这些白领层 上班一组 这个产品又做出大了 我就说 我们这个腾路价格 价格效应 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方法 用你的强比对方的弱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 设计 20家这种大型的企业 或者说整合他们市场上的资源 让他们这个腾路商 进行联合运作 然后腾设为一种产品服务 第三个就是 我就说像某牛这种方式 与这个渠道价格 然后通过收编的方式 运营一个体系 收编它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散军 不是集团军 以前集团军都是集体作战 散军的话 就是飞舞在市场上各个角落 好了 我们把它整编在一起 为什么现在立华快餐发展这么快 就是因为立华快餐 收编了一批散军 所有大街上 骑摩托车没事的 骑摩托车没事的 都会成为它的员工 这些员工的话是低价格的 低成本 根本不需要付工资的 他只赚了什么 盛餐的钱 盛餐五块钱 然后你拿过去卖十块钱 就得了 市场价我还给你腾议一下 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 也整编了全国性大腾路 结果立华快餐 一年的销售额 十个亿 我们看看这第五个 就是腾路怎么价值 第六个就是腾路的另类现象 那腾路怎么做另类 开拓一个心理预示 如果先让市场接受 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有时候市场消费 消费者的选择 可能更有说服力 不要期望让所有的消费者 都接受你 而且你要选择 意见领袖和代表 或者创造他们 他们的意见 决定了腾路商这个选择 现在腾路商 他选择产品的时候 并不是说 我选择哪个企业 我先看哪个企业 我自己这么看 腾路商 现在不做主人了 做客人 他在听谁的话 听消费者的话 消费者 我说叫他往灯去 他不往西去 他选择产品的时候 他整会征求一下 消费者的意见 那干脆 我就先影响消费者 影响消费者的话 这个里面也要有方法 只能打开 如果你能先把 消费者影响起来 那他再去找计划商 那你的价格 你的条件 都会无限提升 他都会满足你 你看 你看怎么样反多投入 你看我们有这么一个思想 再说一下老白金 老白金的话 现在你看 上市之前 他为什么会登山再起 就是因为他上市的时候 没花多少钱 他为什么没花多少钱 在江南一带 他就是什么 找了一个团队 每天看大街上 到处都是 那个公园里面 都是锻炼身体的那些老年人 好了 拿这个产品给他 不要钱 你拿回去试 这些人你拿回去试 感觉不错 但是他又要 说我还要再 要这个东西 结果那个员工就说了 你要怎么样呢 你拿这个空瓶子 到那个地方 最好超市里面去买 然后呢 我收你 比如十块钱的这个价格 我只收你两块钱 结果这些人 拿个瓶子 拿个盒子去去了 你到那个地方超市去买 超市没货 超市没货 但是大超市 有个游戏规则 他不说没货 他说卖断了 这才没卖断了 一卖断了 在底下 下面消费者感觉 这卖得很好 他再往外传播 消费者都买不到 卖断了 然后又来又来 有多的消费者 认为这个东西好 都去买 都要买这个老板金 这么一搞的话 去到中端卖场 盯不住了 赶快打电话 找通路商 赶快把老板金货送来 你们那边有没有 这个通路商 我这边没有 赶快上网找 在哪里 到哪去找去 结果一找 一个找 两个找 十个找 一百个找 一看一下 原来上海 老板金在上海 赶快的去订货 老板金这时候上海 他不动 他不订货 我们现在还不卖 等到哪一天 8月4号 一下子一开 几百个通路商 同时在那地方 搞竞争 谁给价最高 谁多存在里 谁给钱最多的话 谁把产品 一次拉走 一下子 几千万件了 老板金是这么多方法玩的 怎么说先影响市场 让这些消费者 去找什么通路商 通路商是没有任何意见 通路商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么一个概念 通路商永远不会发表 自己的意见 他所发表的意见 永远都是消费者的意见 就是这一点 你所反馈的意见 绝对都是消费者的 绝对不是通路商自己的 为什么 他没有必要给钱 你反馈意见 如果消费者都去购买 你的产品的话 他没有任何话说 第二个 像空腹加酒 空腹加酒 他进美金的时候 他是用什么 用这个特殊团队 假扮老板这么一个团队 到处在酒店喝酒 到处在酒店喝酒的话 赶快的 要喝空腹加加酒 菜点好了 一万多块钱 说可以喝空腹加加酒 没有 现在就走 什么时代没有空腹加酒 我来就要喝空腹加酒 没有的话 我们立马就走人 结果的话 酒店也看看 这生意做到处了 后来人也走掉了 哎呦 非常后悔 赶快再买空腹加加酒 再不买的话 生意没办法做了 找通路商 通路商 现在没有 查吧 找吧 一找的话 原来在山东赶快去买 一买的话 后来 你要准备找我了 给我找你不一样 你准备找我了 什么推荐都出来了 打多少钱 市场销售额 多少 多少钱 优惠的打扎 要少一点 这么一搞的话 计划商 什么推荐都答应了 行 你只要给 你只要给我们代理权 你说什么就什么嘛 只要我们都赚了钱 赶快把货弄上设程上去 结果的话 空腹加酒 进北京 没花多少钱 就才养活了几个 什么假老板 这是很有艺术的 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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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 共享 成长 时代光华 终端的话 怎么样能让它特殊的终端 然后去创造特殊终端 创造特殊的现象 在终端上就是让你赢一把 怎么去赢 看我们先讲 第一个就是终端创新这一块 终端怎么创新 现在好多终端以前都是走传统的 好多老板就说了 一批二批三批四批 然后终端卖场批发市场 什么都考虑非常清楚 你说的话 头头是道 全部是程序化的 但这东西的话 你根本做不到 不可能做到了 你市场不会给你机会 不会给你机会 那现在终端的话 既然我们走传统路 走不通 那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新终端呢 你看 创造另类终端 另类更能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也有更好的 能更好的创造价值 进什么终端 体现什么价值 就是另类的话 能快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那怎么样 它要另类呢 这里面有这么几个案 你看 财乐 财乐去械的时候 刚开始财乐去械的时候 打出广告以后 大家都犯了一个非常 非常大一个错误 为什么呢 都去到市场去买 买不到 在市场上发现 找不到财乐 但是广告猛打 那有些人就拿耳末了 他说这个不可能 没有产品 如果纯粹是打广告的话 没有几个老板会犯傻 我拿这个 无事多花钱 花钱买药 产品不销售 结果的话 后来发现 他的产品在哪里 在医院 不是在那个药店里 药店里面摆这个产品 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产品 就有特殊的一个点了 第一个就是 财乐产品 不是一般的消费产品 为什么 一般消费产品 肯定是在超市里面 就买到了 那为什么在药店里面 就买了 因为它是什么 它很有可能 就是医药功能 中药功能 有中药功能的 这个东西 它能有可能进什么 进这个药店 所以 功能就体现了 不要说 大家都有这种认识 第二就是 进药店以后 没有人给它竞争 所有的其他品牌 都在什么 超市里面买 他跑到药店里去买 结果跑到药店里去的人的话 其他药品 都是几十块钱一盒子 那买八毛钱 五毛钱买一袋 这个彩乐 倒也没有什么 什么 倒也没有什么压力 那干脆吧 我把这个也买一袋 结果通过这种方式 彩乐的这个 市场影响额 一下子填上去了 第二年就成为什么 可以和保洁 这么抗衡的一个 一种新的洗发水 所以彩乐的话 它创造了一种 终端创新 创造了一种另类的终端 彩乐 洗发水 进药店 你看这第二个 房地产 房地产进盘卖行 以前房地产进盘卖行 好像你这不可思议 房地产不可能去盘卖 为什么 到处都是房子 哪地方还需要盘卖呢 我为什么非要到盘卖行去买 看哪地方贴出广告 我就可以卖 但是恰恰错掉了 真正的好房子 你还真的买不到 特别是那种商铺 已经炒熟地快的商铺 你要说 我八千块钱 我买一平米 不在现实 好多商铺的话 已经卖到十万了 一五小商品城的话 那租金的话 一年下来一平米的话 都有几万 那你说你何往去卖呢 它卖的话 基本上十万块钱 一平米以上 但这种东西的话 一般来说你买不到 买不到怎么办 通过拍卖行 实际上通过拍卖行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它实际上还是为了提升价格 它只不过没有正当理由了 比如说我在市场上卖 可能就只能卖十万块钱 在市场上的竞争 就是这点 在做中端的时候 一定要让消费者去竞争 那你的产品价格的话 可以无限提升 那房地产进拍卖行 意思就是 我创造消费者竞争这么一个环境 一下子把产品价值 这一次提升到一个高度 所以的话 一千卖五千块钱一平米的 一进拍卖行 卖八千卖一万 另外的话 你想过没有 这个拍卖行 它安排这个卖场 这个拍卖这个场所 肯定也有托 肯定也有托 这样的话就创造一个假 假竞争的一个现象 竞争也可以创造的 就是说 房地产进拍卖行 高档稀有的 能拍在房子肯定不好买 不好买就是这种 价值绝对高 最后它也创造一个新的中端 你可以比如说 刚才说的那个 金卖狼进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是什么地方 是什么 特殊的地方 到特殊的地方 肯定是什么 卖特殊的产品 这个金卖狼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个特殊的产品 既然是特殊的产品 它就一定有特殊的价值 所以说全国人消费金卖狼的时候 是奔着它的特殊价值来的 当然现在它已经不存在 这个销售力 那个影响力 这个事件影响力已经很小了 但在以前不一样 买金卖狼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哎呦 这个东西在天安门广场去销售 天安门广场是销售的地方吗 肯定一般人不让你去啊 结果的话 通过这种方式 它创造了一个新的中端 在天安门广场 与消费者见面 结果的话 创造一种 特殊价值 特殊价值 市场一下打开 打开了吗 然后对这个事件 再进行炒作 中端就这么开了 所以我就说 中端创新啊 中端创新啊 一定的话就是找到什么 一个就是更好的 贴近消费者 就是更好的贴近消费者 让消费者 再见不到竞争对手产品的地方 见到你 你就成功了 找到这么一个概念 就成功了 中端创新论 创新方法就这样 在看不到竞争对手产品的地方 看到你 你就成功了 而且是顺其自然的 没有任何防范的 第二个就是不竞争或低竞争 就是中端 中端创新论的第二个 第二大块 为什么可以说 可以说到不竞争或低竞争 肯定是有一种方法 中端不竞争的话 体现一个优点 就是中端冷断 中端战类 同时可以展示一只 一只独秀的风采 中端你要是没有竞争的地方 这个中端 肯定你的产品 绝对非常好卖 只要来客户 绝对百分之百 都是你的潜在客户 不竞争的目的就是什么 百分之百 占有客户的注意力资源 这是我们中端 不竞争的一个核心要素 核心要素 你看中贵酒 中贵酒的话 进合肥怎么进 中贵酒的合肥 无二不占 这么一个进攻策略 你看他的中端 是中端这个怎么玩 第一个 他为什么无二不占 进合肥进不去 五阳夜 这种摩太酒 肯定都是 酒鬼酒都非常好 品牌已经出来了 同路上不可能拿资源 再推你的酒了 人家已经稳定了 而且你还没有钱打网告 怎么办呢 那干脆 我走周边地区 走合肥的话 二线城市 他周边几个县市 我百分之六十的这个什么 市场我全部给占领 比如说有卖酒的这个 卖酒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货架 好了 百分之六十 我全部给你端了 二线的城市 一般他的卖场货架 价格都不太高 价格都不太高 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能做半个货架 或者是甚至一个货架 消费者到这个 到你这个销售地点去 看到的都是你的产品 那只要去购买 他只能买你的产品 没办法弄 他买了起来的产品 他没有 他也看不到 他不知道你这有没有 或者有的话 有的话他也不想问 然后你干脆 我就买你的产品 结果中辉酒 第一策略是什么 第一中单策略是什么 我先把合肥周边 这些现实 我全部给你包了 不包的话 我还做到百分之六十 结果的话 这么一围着 怎么办 给这个中辉酒 给那个合肥的那些酒代理商 那些品牌酒 形成对立了 再合肥 消费其他酒 那第二个呢 除了合肥呢 合肥是呢 我就消费中辉酒 形成一个潮流 结果这个形成对立以后的话 这是什么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么 见风查阵 找一个方法 我刚才说了 用于酒鬼酒对抗的方法 一下子拿下 把合肥事就拿下来了 然后就通过第二种 这个什么 市场进攻策略 一下子把合肥周边打开 只要是有酒鬼的地方 我就有中辉酒 广告语往往一打 那好多人就知道了 我只要买酒鬼酒 同时我可以买得到什么 中辉酒 买中辉酒 鬼毕竟不是吉祥物 中辉的话 它是正义干的 它是象征 它是正义的象征 所以好多人的话 就产生这个误区 合肥社长占领了 结果实际上 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创造了一个什么 创造了一个奇迹 实际上就走了一个 不竞争的准断 不竞争的准断 就是这维尔不公策略的话 这二线不竞争 你看这个 我刚才说的一个 神龙电脑 神龙电脑的话 它这个不竞争的策略 怎么不竞争的 神龙电脑 推向市场以后 它也非常狂妄 一下的话 全国铺开了 市场消除量还非常大 但是价格不太高 零人空间不太高 它靠走量 但它也是形成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竞争 那这个怎么办呢 结果的话 神龙电脑 它有这么一个中端 有个定位策略 这么一个策略 第一句是 专业化品牌运作 这一块我们比谁 比修理店 比那个什么 电脑修理店 只要是修理店 摆地摊来 或者摆了一种小店 做小店来 我们比你的话 我们品牌是大的 跟你没办法比 我们毕竟是生产 这个东西的 全部是圆档的 你是组合的 我心比你的旧 对吧 我的品牌大 比你的小 这些人没办法跟他比 往那地方一放 都卖它 干脆你卖我了吧 都去卖了 第二个就是 比其他高档产品 比如IBM 怎么办呢 我确实不行了 我品牌不容易大 那干脆吧 我觉得价格比你低 因为我确实是 品牌不容易行 他的产品质量 他也往社会上说了 我的产品质量 确实也达不到 像那种产品 高档的这种高度 那干脆我价格就比他低 比他低的这一块 这一块的方法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满足这么一个人群 第一就是呢 经济实力不强烂 但是你想买电脑 这种欲望强烈 这种过客 到处都是 有几个年轻人 不希望用于他自己的 手机电脑 电脑 想的 想的话 你经济实力不够怎么办 你买台电脑 你不可能一年下来 不吃饭吧 你工作你花几个钱 结果这么一搞的话 这一批人 纷纷加入购买行列 一下子产品打开市场了 他实际上就采取了什么 中端一个 不净争的一个方法 他就在这么一个中间档次 所有好多中端 好多中端卖场 就愿意卖他的产品 为什么 他好卖 他走量比较快 他把这个产品卖掉的目的 什么 吸引更多的客户 来购买这个卖场 其他成 结果他就成为 他成为一个造小品 即便是促销 也把它拿出来 结果的话 一下子红极意识 全国各地 他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你再看五粮业 五粮业中端不进争的话 他有一个方法 有这么几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 能走专卖来 不进卖场 这个地方 首先有个专卖店 我先进专卖店 专卖店 为什么一个货架都是他的 都卖高档酒的 好酒 那现在我先 能进专卖店的 我不进卖场 这是什么 专系不竞争 就是什么 专卫专卖 专系不竞争 这是第一个策略 第二个就是 五粮业的资母酒 产品不竞争 产品不竞争 以前说要买吧 要剩 你说买一瓶 我剩一瓶 结果人感觉 你的产品价值 肯定不太高 这便宜货 剩的东西 永远不是好 客户在占便宜 记住这句话 客户在占便宜 同时 他也在否认你的产品 这是好多老板没想到的 好多行销人没想到的 你在促销的时候 客户在占你的便宜 他自己的产品 也要放定了 产品价值 根本就没这么高 价格再上去 他就根本就不再买 那怎么办呢 我就什么 包装上 盗了一个 盗了个念头 大包装 加小包装 植母酒 五粮业推出植母酒 实际上这个 植酒是剩的 母酒是卖的 一下的话 外人感觉 价格的话 比一般单品酒 价格还提升这么一点点 但是比一样便宜的话 价格又低那么一点点 在这个中间状态 消费者感觉到 这又占便宜了 这个酒的话还不错 又买了好酒了 结果一下子 这个中端销售 一下子就出去了 你看啊 五粮业的话 有一种王者风范 实际上王者风范 是五粮业在一次论坛会上 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 长三鸟一个经济论坛会 五粮业为什么不能单独开辟 一种新产品 专供长三鸟呢 中国的话经济四大集点 长三鸟 猪三鸟 环渤海 现在又登美亚 就是登美登山鸟 实际上就四个四个基点 但是长三鸟 在中国的经济基点 占领位置是最高的 如果你能占领长三鸟的市场 那你的品牌都在长三鸟 立马就可以形成一个特色 形成一面棋子 但是为什么长三鸟 一般它不销售白酒呢 不喝白酒呢 那个地方有个特色 它一般喜欢喝什么 喝红酒 长江以南也喜欢喝红酒 那现在就干脆吧 我就生产这么一种酒的话 度数不是太高来 但是产品品牌的话 又是我们五粮业来 这么一种特供酒 满足这一批人的要求 结果的话 五粮业这个王者风范酒 由此诞生了 横空出色以后 一下打开长三鸟市场 结果长三鸟在这个中端上 根本就没办法对抗 它既然是专卖酒 它肯定做专卖体系 最后一个什么 大型超市商量 组货架上的品牌 品牌区 想过没有 为什么高档品牌 它越来竞争率越小 因为它进那个品牌高档区 这个区里面 好多的都是高端品牌 高端品牌集合在一起的话 当然内部它肯定有竞争 但是对外来说 这个隔离区范围毕竟很小 你外边的人根本就进不去 比如说你摆五粮业的地方 你不能摆一个 摆一个两货钱一瓶酒了吧 为什么 货架资源不允许 摆在这地方 卖场它也支撑不了 它成本高 你摆卖五粮业的地方 你肯定就是摆 同类型的这种产品 即便是比它价格低一点 五千给五十五百给两块 这么一个差距 它造不到 这市场也不符合有些规则 结果在这个区域里面 体现了什么感染呢 技能非常小 愣来愣去 中国就那几个名牌酒 除了武兰业 建南春酒鬼酒 还有几种酒 没有了 这几种酒 大家商量在一起 商量好了 都不要降低价格 大家拉手 形成一个战线 想过没有 品牌区实际上也是什么 中国这个高端品牌 形成统一联合队 作战的这么一个基地 这个地方 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机会 所以你看到品牌区的时候 你要清晰地了解 这个地方 已经被他们联合战友了 他们是一体的 所以如果你要对抗他们 小心点 你可能会死了一场 可能会死了一场 好了 我们刚才讲的第二个就是 不净承或低净承 现在我们看看第三个 终端升等 终端程度 怎样做程度升等呢 就是人家一下去记住你 看到你想购买你呢 如果你的产品在终端 不够升等的话 你根本就是想提升购买力 做不到 做不到 你看 终端升等的话 可以这么几个点去体现 第一个就是展现一种文化 或体现一种强烈的形象 记住这里只能是一个或一种 你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人家也记不住 目的的话 让我们消费者记住我们 选择我们 不然就难以达到 这个升等的目的 所以说终端的话 就是升等这一块 展现一种文化 或体现一种强烈的形象 这是我们的核心 那怎么样 才能做到这一点 怎样做到升等 我们现在讲那么几个 一般酒上常做的 中端升等这么几个概念 几个例子 你看 包装上 马车为酒 但为什么想讲马车为酒 中国都知道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中国穿腾 主要的交通工具 以前古代 是马车 运酒的时候 用马车 这里面就是 看到马车为酒的话 想到的是什么 想到这个酒的古运 底运比较厚 它可能是 穿成是一种古代文化 一看以后 又不一样 有一种古代的风采 很容易记忆 一下子就给其他 现代的这些酒 一下子就区别了 你看马车为酒 你看扇子为酒 古代这个什么 穿成的智者 你看 做个量 喝酒的时候摇散了 摇散的这种感觉是什么 就是饮酒的时候 这种逍遥自在 这种状态 一下子扑造出来了 这种状态是什么 非常经典 喝酒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找到感觉 找到感觉的话 就是逍遥自在 找到解脱 或者找到一种心理上 找到一种心理上 感情上的激发 结果的话 就是散了于酒的存在 一下子突出一个个性 非常经典 非常经典 喝我们酒 逍遥自在那种感觉 一下突出来了 散了于酒 第三点 灯笼于酒 灯笼于酒 古代酒家的标志 东笼 看到东笼 就看到酒了 看到酒店了 现在就是说 我们现在不这么做了 不让你看到酒店了 看到酒又行了 看到酒的话 你到酒店也可以喝 现在就是看到灯笼 看到酒了 这是什么 这是个文化 你看这下面 玩具与酒 玩具与酒 喝酒与游戏结合 喝酒的目的是什么 娱乐 但有游戏在一起的话 你不是为了更好的娱乐吗 为了更好的娱乐吗 所以现在 玩具与酒的目的 就是让你在喝酒的过程当中 去进行娱乐 你看 淹嘴与酒 因为说淹嘴不分家 淹嘴不分家 那现在就是说 根据消费习惯 那我们给你搞个什么 喝酒 配个淹嘴 总有一部分人的话 就是为了 得到这个淹嘴 去购买他的酒 购买他的酒 下面就是 小酒瓶 有大酒瓶 子母酒 我刚才说 五连夜子母酒 体现了关系密切 就是我们和子母酒的目的 什么 体现了关系密切 不仅是什么 可以喝酒 又可以观赏他的什么 他的包装 那种其他的包装 所以说 酒的中端生腾 这一块的话就是什么 他每一个点上 他都体现一种文化 要么是古运 要么是经典 要么是惊喜 要么是娱乐 要么就是什么 就是一种消费习惯 所以说 酒做上 酒推向市场 一般的话 他都会搞一个什么 中端配置 中端配置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记住的 让大家记住 通过这种配置的形象 来加成记忆 酒的品牌形象 同时的话 达到消费的目的 达到扑着消费的心理的目的 所以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了 中端生腾 只能表达一个点 方法也非常简单 由于时间关系 就是我们这一讲 时间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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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一pson 该这补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